張聖書老師 怎麼樣的紫薇命格的人 勇氣十足 而且適合異地發展 看一下遷移宮的位置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兩位來賓的遷移宮 好 來 我們先看 蓮珍 第一個是 鹿純加上天馬 它兩個 蓮珍 鹿純 天馬 是 鹿純 天馬對不對 有這兩顆星的人 以前認為天馬 就是所謂的翼馬星洞 那顆馬 然後鹿純 所以叫做發財遠鄉 以前如果沒有馬騎 你要出門去蠻累的對不對 靠走路的話很辛苦 所以是所謂的 鹿馬交持閣 遷移宮有這兩顆星 越往外走就越發財 所以這是很棒的 彩薇兩顆都有對不對 再來我發覺你 第二個 貪郎你也有 因為對宮 命宮就是貪郎 所以我們剛剛講鹿馬 鹿純跟天馬 在古時候比較重視 因為古時候交通不發達 出門很難 所以到底出門是去掏金 還是去碰到意外 這真的是很難講對吧 可是我們如果以 連真貪郎這兩顆星 加進去就不一樣了 因為這兩顆星膽子大 不怕生 而且越覺得新鮮的東西 越喜歡做 這是貪郎的特質 所以你這個人四顆星都有 所以難怪北韓都讓他去了 很大難 是 篤林哥也有 是遷移宮嗎 遷移宮 遷移宮 他在連真 連真在遷移宮 再來 第一個是 我剛剛看到Nick 他的遷移宮也是兩顆星都有 我今天找的兩位來賓 都是適合出遠門的 可是這往往以前說白 叫不安於是 在家裡都不乖 就是台灣 台灣裝不下你 必須要出去 往外跑 對 遠奏高飛 所以舞曲跟破均 很簡單 舞曲是財星 所以財星就是 哪裡發財往哪裡去 因此異地 不管多遠 對我來講 那些地方有賺錢的機會 那我就敢去了 所以就是舞曲破均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聽Nick 一定是到哪去發財啦 是 謝謝老師 那老師算出這些 就真的適合去異地去發展 對 異地就是國外嗎 還是離外家鄉就好了 其實就往外走 往外走 你當年的話 你從台南 從澎湖到台北 就算異地了 這樣就很遠了 我沒有 都沒有 所以還是我回去澎湖好了 來去洩海峰 反正 算冠中了 真的 真的 好 來 Nick 你也曾經到澳洲打工旅遊 但是說有碰到 種族歧視的問題被欺負 是 非常嚴重 就是我是之前是完全 沒有出國過的一個人 然後就因緣際會下 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 我以為我會在就是 很高級的百貨公司裡面上班 結果一到 為什麼你會這樣以為 因為我在 我從來沒有出國過 我常常看電影 都是那種City城市很美 我就是幻想 就是會有那種地方場景 所以後來一到了 你也沒聽說我們去澳洲打工 都要去農場 或者什麼屠宰場這種 完全沒有想過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出國過 我也沒有做任何的功課 就跟我朋友一起去了 所以當下那個時候 就是坐火車 就是從City 然後到了農場去 然後就想說 為什麼會到農場 後來我朋友才告訴我說 如果你要去第二年的話 就是要在農場工作88天 你才可以得到Second Visa 第二次的簽證 對 所以我就在農場 那時候就先到了農場 可是到了農場的時候 我就有點嚇一跳 那時候我在過馬路 結果就是有五個年輕人 在車子裡面 就瘋狂按我喇叭 然後就一直跟我比中指 然後一直大罵我 可是當時的我 我是以為 他們很熱情在招呼我 然後我還傻傻跟他們說 嗨 哈囉 這樣子 結果反而外國人 他們就是互相對看 然後就想說 我在幹嘛 然後他們不知道要笑 還是要罵我這樣子 所以我就傻傻的這樣過去了 但是我的同寢室的人 就沒有這麼幸運 就是他出去外面 就是購物 才買東西的時候 回來 他的臉是腫的 腳都流血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是怎麼了 你發生什麼事情 就他就說 我剛剛出去買東西 在路上就被人家揍了一圈 然後拳打腳踢我 被揍 被揍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憐 因為其實在國外還是 有歧視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就完全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所以還是很危險 所以不只連外國人會欺負 連自己人都會欺負自己人 是 有 第二 就是我第二年的時候 我要再飛去澳洲工作 然後又去 又去 因為我要去第二年了 但你這次確定說 你不會在百貨公司 穿帥帥的這樣子 不會 他會把臉塗一些 臉上 因為第一年的時候 我就整整都在農場工作 所以我第二年過去的時候 我的職位就提升了 我的 就是我要當小工頭 我要開車 帶大家一起去上班 所以我的薪水會比一般人 還要再多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興奮 可是那時候 我要去第二年的時候 坐在我後面 我再做體檢 因為你要做體檢才可以再飛過去 在台灣 對 在台灣 後面有一個男生 就突然跟我搭訕 他說 哈囉 你也是要去國外嗎 這樣子 就是很熱情 我想說 怎麼了嗎 他就說 我也要去澳洲 那你有工作的經驗嗎 可以介紹我嗎 然後我就不宜有他 我就想說 好 那如果你想要做農場的話 就是要風吹日曬雨淋 你OK的話 我帶你一起去 我就想說善行 反正大家有個伴一起去 也是安全 後來我就帶他一起去 到農場工作 第一天的時候 都完全沒有任何的事情 第二天我開車 一回到農場 就是休息的時候 我老闆氣沖沖的 到我面前就說 Nick 你是火了 走 然後我想說 我嚇一跳 然後我發生什麼事 What's happening 對 What's happening 然後那時候我的英文 還是完全不行 跟老闆解釋 但是老闆就氣沖沖 一直說 You're working Not good Not good You go 這樣子非常生氣 然後我就想不到 你老闆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因為他是 因為講得我們都聽得懂 他要用簡單的 講給我們簡單的 對 我用簡單的 好像這樣 後來我就傻眼 後來才知道 其他的同事跟我說 他一直在跟老闆 講我的壞話 沒想到我帶的那個台灣人 他的英文非常好 然後他嫉妒我的工作 他想說為什麼我的工作 明明大家都做一樣的 為什麼我就可以 躲一點點的薪水 對 然後他就是要很累這樣 但其實我也很累 只是多了一點興趣 他就嫉妒我 所以就是我要呼籲就是 大家就是要出國的朋友 就不要覺得在異地都是 你有可能要提防外國人 會陷害你 其實你在國外工作 也是台灣人會陷害台灣人 非常多 非常可怕 互相幫助的當然也有 只是說你剛好那個流年不好 或者是你碰到那個星座不好 對不對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相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打複製 人生勝利主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感谢观看